40分钟的样子 那么第一堂课的话就是我讲 主要是讲一些这个这个书法史 和一个跟这些书法审美有关的一些东西 那么主要是一个一个比较漫谈式的 没有一个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规范 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随时打断我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 然后第二堂课的话咱们就就有些点评 然后大家可以可以写一下好吧 那么今天是我们第二堂课 那么讲这个中国书法简史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说 我们讲到这个中国书法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大家都有文字 每个国家都有文字 但是实际上咱们只有中国咱们有这个书法 那么这个书法的本质是什么呢 那么书法是因为是书写汉字为基础的一个造型的意识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书法是究竟是怎么样 要学书书法 那么我们多少应该知道 知道一点这个书法的简史和这个审美的流变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上课 第一堂课我们要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要讲这个字体书体形式 那么尤其是这个书法史中间的各种各样的字体的演变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话 就是咱们这个书法的话 大概是有几个不同的体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话 就是说它这上面一共是列了大概 列了有七个 那么前面三个的话是甲骨文 经文还有这个传书 实际上这些的话都是基本上是传书 那么是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文字 然后下面的话就比较成熟一些 那么就是说下面是历书 楷书 草书和行书 咱们就是争取的话 就是说我在讲课的过程中呢 会把这个历史大概慢慢地过一遍 那么就是看咱们这个 大家的兴趣怎么样 那么大家也告诉我一下 就是说有什么反馈 需要想多听一些什么 少听一些什么 那咱们都可以我可以随时这个调解 那么这个书法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我要讲一下文字的起源 然后传书 然后历书的话是我们这个学期主要要写的 那么大家已经上次来的 大部分的同学都看了 那么我们现在写朝鲜碑 然后我们会讲这个传书 草书 楷书 行书 都会慢慢过一遍 好的 那么我们要讲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讲这个文字是怎么来的 那么中国这个汉字的话 就是说是传说的话 就是这个仓劫 仓劫造的 那么这个仓劫的话 按照这个史书的记载的话 大概是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那么他是皇帝 皇帝的话就是我们讲炎黄子孙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老祖宗了 就实际上大概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头 炎帝皇帝 那么他是他的史官 那么这个人的话就是说 这个传说中的话 他有四只眼睛 那么他可以看天可以看地 可以观察世界上任何的任何样的东西 然后他这个 是他创造了中国的汉字 按照这个历史 按照这个传说的话 那么他刚开始他这个创造文字的时候 他是一类象形 就是看着这个世间万物是像的什么样子 然后呢 他就根据这个来创造文字 然后把这个字形和这个声音 他也调和在一起 那么就是他说文者物像之本 就是这个这个字的话 创造出来的话 就是说是这个这个 基本上是应该相悟的 那么这个智者 那么就言之五而多敬也 那么就是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人 人对世界的这个看法 和对这个这个 人文的理解慢慢也会加入在里面 然后注意诸博之书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甲骨文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 我们看到的是日月车马 对吧 那么这个日 基本上就是画一个圈 中间有一个点 那么这就是一个象形的文字 那个车的话就像一个车一样 然后马的话就像一匹马 那么这是文字 文字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造字的话 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个文化事件 那么这个 在西方的文化里面 他也讲到这个 那么一般的话 都是把这个创造这个文字的话 归于这个某一个神 那么像希腊的话 或者是古埃及的话 都是一个神 那么这个神的话 那个也是可以 他是可以 传达这个上天和 沟通上天和地下之间的交流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淮南指 这是古代的一本书里面说的 西者猖截作书 而天语书鬼夜哭 就是说把这个天上的秘密 和这个 甚至是阴间的秘密 都揭发出来 那么就是说 作为我们每个人 这个能够书写汉字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我们也应该感受到 那么一种 一种中贵感 就是说这个文字的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从历史上来说的话 自从这个人类文字 这个发明了之后的话 那么其实有很多事情 就发生了 然后这个人类的 这个知识的积累 就可以从一代 传到另一代 然后这个科技的发展 这个人文的发展 就开始指数性的增长 尤其是到近代之后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网络发达之后 那么这个人的 这个知识的积累的话 那么这个是 几何倍数的这个增长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猖截创造的文字 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 实际上是不知道的 那么这是 在右边的话 我们看到的 那是一个 中国最古老的法帖 那么就是当时人想象 这个猖截创造 创造出来的文字 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跟事实上 有多大差别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时人想象的话 那么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模样 那么这个法帖的话 大概是宋代课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 为什么汉字会 最终成为这么一个 一个书法的 这么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那么要看这个文字的起源 那么我们看到 西方的文字的话 这个有苏美尔文化 有埃及文字 然后有玛雅文字 那么他们这些文字的话 最终的话 就是很快的话 就完全变成了 一个拼音文字 变成拼音文字的 这么一个最大特点的话 那么就是说 它这个变化 在形的变化上 就小了很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玛雅文字 玛雅文字 那么基本上是 西方进到南美的时候 把他们的 所有的文字 这些书都烧掉了 因为他们看着的话 像是魔鬼传下来的文字 所以说当时传教士 把这个书都烧掉了 现在只剩下三本半 两本半 然后都在欧洲 那么看到这个图像 都很复杂 实际上当初这个 这个文字学家研究之后 也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基本上 没有办法研究 后来他们发现了 这个其实都是拼音文字 你不管它再复杂 那么每一个这个的话 实际上都是代表 一个音节或者一个符号 那么就很简单了 那么一旦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拼音文字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变化的话 每一个结构 尽管看着很神秘 那么它这个变化的话 还是有限的 那么同时还有一些 有书法的文字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阿拉伯文字 那么这个是伊斯兰的 这个书法文字 我们看到 基本上就是一个装饰文化 就是一个装饰艺术 那么跟我们这个人类 表达感情 或者是我们表达 我们自己对世界 有什么认识的话 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他们一般的话 这个伊斯兰教 他们写这个文字的话 就是歌颂他们的这个安拉 那么这个究竟什么内容的话 这个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例子 究竟什么内容不知道 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有非常有创造性的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徐斌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把英文字母 按照汉字的这个排列 来写成这个汉字书法 那么这个后面两个文认出来 这个是The People 那么前面这两个文认出来 那么这个人现在很有名 他就是基本上把这个英文字母汉写 那么他就写成了这个 这个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 那么当大家有兴趣以后 还可以再考证考证这究竟是什么 那后面两个是The People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说它即使是写成类似汉字的样子 那么和真正的汉字的话 还是差很多 Four 是吧 第二个是Four 第一个是什么 Art for people Art for people Art for people OK 反正这个东西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后我们讲到这个书法的时候 大概还会是一些类似的东西 但是你不管怎么讲的话 就是说真正的和我们现在 真正的汉字相比的话 那么它这个变化还是有限的 大家大概也看得出来 OK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汉字 那么汉字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的发展的不是个拼音文字 最后成为所谓的六书系统 拼音的话 在我们这里面 这个这个汉字里面的话 直到这个汉语拼音和这个注音符号发展以前的话 这个在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我们这个六书的话 那么它是指着这个六种这个造制的方法 那么指示 向心 行声 会议 转注 那么这个具体细节的话 咱们没有必要去一个一个的去说 那么比如说向心的话 那么就是画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个什么东西 日那么就是画一个圈中间有一点 那么月就画一个半个月亮 那么这个指示的话 比如说上下 那么我就就在画一横上面多一点 或者是下面多一点 就指示一个方向 那么还有这个甲介 咱们当初学中学语文的时候大概都讲过 然后这个会议 那么把这个日和月 就是两个光源放在一起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明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么不管它这个系统是怎么样的 在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具体的细节 那么它最终的效果就是说 它保持了一个汉字 它本身在书写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构成 在这个造型上的这么一个复杂性 那么它跟这个世界上 本身的很多的这个形象的话 它有一定的类似性 那么你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对它进行一些 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一些塑造 那么这样的话 就让汉字的书写 有很大的这个表现能力 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个汉字的这个书法的话 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那么从历史上来说的话 那么最早的这个汉字 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个这个养少文化 大概也是在这个这个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那么这个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猖截 那个时间是差不多的 那么究竟这些符号的话 就是在在 再